你好,我是香港的甘生子,阿欽 春节快到了 很多朋友也会问我 在2015年他们的运程是怎么样 哪一种算法比较准确 八字,它的准确度只剩八成多 原因是因为它的组合超过一百多万种 没有五代十国 十指评的指评八字他们所钱 是唐朝以来,古人算命其中一种方法 就是用那个年之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心肖 如果我们用心肖来算命 只能谈到神煞 就是我们说的直升和胸升 这是所谓的神煞 其实也是暗年不停的循环 所以它本身就已经有它的决限 后来有人把八字里面的十神套进去 这是我们说的 笔尖、劫财、十神三观 正偏财、官杀和正偏硬 你肯定会想呢 现在全世界人口超过七十三亿 怎么样也不可能只有脑区区的血润认程 对吗? 华虽如此,新年用心肖来预测来年的认程 在我们华人社会里早应成为传统习惯 就好像我们在春节派哪个红包 用哪个红包把那个年兽赶走 要不我们现在马上参考一下 2015年各个生肖的认程是怎么样,好吗? 苏珠的朋友有1935、1947、1959、1971、1983、1995和2007年 以立村购后为准 2015年为一位牧羊年苏土的太岁为阳心带将军 因为后为壳 所以是半壳太岁 自然可以得到太岁的帮助 权力带增 世界上容易得到善失和贵人的扶持 逃夸忘性 尤其是女生 唯一需要留意的是 2015年所租的朋友会遇到很多事实非非 一定要处置泰然 控制自己的情绪 当中1971和1983年出生的朋友认程较为有利 但是要注意 呼吸系统可高 1947年出生的朋友 人运程较为反复 不太理想 1959年出生的人 亏了很多事实 被增值 几星有三台和国营 属猪的朋友在2015年有两颗 交易有利的权利星 在施生和名誉上可以大大提升 因此可以放胆赤足 打工的有机会 生子 而且是做一个政官任 有一点度难败全 感情方面 由于是暗可 所以有机会是有暗量开启的 如果你是暗量他人的 就不妨表白 免得给人 解救新登 虽然 属猪的朋友在2015年 有两颗吉星 但是凶星也有很多哦 凶星有五鬼 只被 官妇 第一杀 可听哭 五鬼 可 只被 都是一些小人的 是非 麻烦 献献 给人弄得真神错论 要花很多时间去提防小人的 至于官妇 可 解傻 官妇指一些 官妃 可麻烦 解傻 除了是怕财 也对健康有影响 要注意 肺 干咳 消化系统 听哭 顾名思义 是心情 不太好 呼呼啼啼的 就是不呼 心情 也是慢慢不落 所以猪的朋友 在2015年 要特别留意 隆历的4 6 7 9 和10月份 到底还有什么催截 被凶罚 风水不绝 常情可以 浏览 我的官网 和土豆网 最后 祝大家 养人好运 新散事成 身体健康 才愿滚滚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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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